南投市中兴新村中兴路分红工程设计说明会 由于中兴路分红工程影响南投市内心及内心良理 县府考量民众白天需外出工作等因素 因此选在8月16号晚上7点于德新国桥礼堂举行 欢迎民众前往了解一起关心地方建设 有关中兴新村中兴路分红工程设计说明会 在地议员曾正言表示 外路排水系统过于南投市 回信内管区域排水 但现况下游段湖外实设 未考量马罗西外水回忆 造成湖外保护高度不足排红不易 造成下游绑红负担 经常预与季深水患 这个有做中科 当初给我们做到这里 这点是非常非常不对 因为你做到这里的时候 整个月我们来到两里 来到来新来新 尤其是来新你苗标饮水又很严重 这就是说要对我们这个 中心路走我们祖宿路 对九尾之间说的 这个中国的中科的水 直接把败对毛鲁卡下去 再来就是我们中国的毛鲁卡 两边这对头到尾要 要索索索索匿地 这样就可以出水 就会出桌子 我们这个毛鲁卡 两方的这些基民 就可以过到一个 真正安乐的日子 较不说这样 稍微漏后 大家让烦恼到 不吃不吃 烦恼到这样屁屁屁 由于中心路分红工程 影响南投市内心 及内心疗力 幸福考量民众白天 需外出工作等因素 因此特别选在 8月16号晚上7点 于德新国校礼堂举行 这个管府已经 那个甘务室拜定时间 拜在我们这个 这个8月16日 晚上7点 第二点在我们的 地形国秀者 会来到 希望我们的 向心思大 拥有来参加 共同来关心 我们来立正的 这个白水系统 的这个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 淹水问题 与相关单位会看后 确认该地区 一旦遭遇大暴雨 或好雨时 陷水不及 想造成淹水 淹水需要 再施舍雨水下水道 湘海 以改善淹水情形 不将本案纳路 由于综合治体计划办理 以解决该地区淹水问题 以解决的 感谢观看